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以下節目純粹為娛樂拍攝 並沒有涉及金錢 敬請留意 MING PAO TORONTO HELLO HELLO 又來到POKER 852 PK AFTER DARK的時間 我是Steven 今天為大家做了旁述 又做了一個獨腳戲 剛剛大家去完台灣打J88的比賽 你看這裡的名字 有幾個都有去 包括Sunny和Hazel 如果大家不太知道這是什麼節目 這就是香港拍攝一些專業牌手 以及一些比較好的業餘牌手 不玩錢的節目 我們在官台Pi Studio 就有一張桌子專門拍攝這個節目 大家有興趣可以聯絡我們 HKPPA 如果想上來做參賽者 可以歡迎聯絡我們 這張桌子 我想大家最熟悉的應該就是Hazel 他就是一個專業的牌手 就是真的用POKER 用來交租用 看看這個CSAHAND UTG的Ronny 一張桌子 100元 Hazel拿Ace-10 在Cut-off位 Open 去到350 全部放了 Jackson又這樣 唉 多多表情 講到Jackson 他剛剛在韓國的AJPC表現都不錯 如果沒有記錯 應該拿了第二 Jackson Defend了 死樣子 Jackson Defend了Big Blind Ronny 竟然在UTG LIMP Race Hazel拿著Ace-10 很穩定 就覺得 也可以召獎 Jackson 無端端 75 suited 決定了再 OVERCALL Defend Flop出來 兩隻10 Hazel中了Trips 另外Jackson 也中了BOTTOM PAIR 對Ronny來說 這個BOT真的不太好看 好 TURN來了一個Diamond 這樣Ronny就開心了 因為他看到 自己好像有一個FLUSH DRAW 但家庭觀眾可以想想 其實一個Pair of BOT 有一個FLUSH DRAW 也未必一定是 EQUITY都不算很穩定 Hazel現在完全沒有擔心 因為中了Trips 再加上這個NUT FLUSH DRAW 他應該很放心 會放一口 Jackson應該要放棄 嘩 竟然不放棄 BOTTOM PAIR OK 看看他怎樣輸 可以輸多少 River Complete了個FLUSH 那就麻煩了 因為Ronny 他就有個2nd FLUSH 2nd FLUSH 對著Hazel 最大的A side FLUSH 但一個Pair of BOT 其實都不太容易 不太容易處理 看看他們怎樣處理 Pair of BOT Hazel 一定會打的 其實他覺得要拿到Value 但是他會打幾大呢 Pair of BOT 有7700元 我想要打3千到4千 打到4千 打到4千 我想都沒什麼走計 合理的Sizing 我想我會打4千 看看Hazel會打多少 好像更大一些 對嗎 看看 4千 5 OK 4千 5 我覺得這個Sizing 都很合理 4千到4千5 Jackson 想都不想 就FOLD了 Hazel 一BAT 就繼續玩電話 Ronny辛苦 這個Sport 因為其實 他真的拿著 King High Flush 他都覺得自己都幾good 在這裏 但應該沒有得raise 的了 CALL 4500 我想都不是太差的 CALL 不過又可以跟大家 看一看 其實Hazel可能 有10Jack的機會 都不是太小 即是可以有10Jack 另外有些77 JackJack 都可以在他的range 裡面 當然 還可以有一個Net Flush 即是有一個A side Flush 但有些什麼bluff呢 這裏 我又不覺得Hazel 會bluff很多 沒有什麼牌會bluff 這裏 所以 一方面可以call 另外 如果Hazel拿了Queen High Flush 都可能會打 所以 有什麼combo是Queen High的呢 有的 Queen10 可能 Queen Jack 也會是一個combo 好 就叫了 不好的消息 就是 不夠大 兩隻都開了 unlucky 建議 可能 如果Ronnie在看這個節目的話 可以 不要 那個 King Queen off 之後 就 就是 3-bet 其實這個combo 更加要建議 就是 Jackson在 big blind 不要無端端 去建議 建議 那七五 是很無聊的 浪費錢的做法 好 來到第五十手牌 暫時沒有什麼特別的殺人 可以令到大家尖叫的 可以令到大家尖叫的 Hazel Open Ace King Off 有些牌 開始 Utg Open Sunny Hijack 到 不知為何 Core了進去 86 Suit 另外 Big Blind Roger Jig 7 都 Core了進去 Flop 3-4-5 Sunny 有個 Open-ended 還有一個 Runner-Runner Flush Draw Roger 基本上有個Gut Shot Hazel 兩隻Over-Cut 暫時 是少少領先的 Hazel Sunny 衝出來打 Roger 偷玩 Roger 有個Gut Shot Hazel 就看著 好吧 叫你 Turn Turn Turn出了一條蛇 Roger 刺中了一條蛇 很Speculative 即是很堅硬地 叫了 Flock Bet 竟然被他 腹腹腹腹腹地 中了一條蛇 在這個位置 現在就到了Sunny 有Gut Shot With a pair 想著 也要打一打 繼續Rap自己的Story 但想不到 小想不到 Roger 已經中了Straight 其實沒有什麼原因要Race Roger 說真的 不過他選擇Race 他選擇 想不想的Sunny 真的想都沒有想的 Sunny這樣打 我覺得這裏有少許 有少許 失敗 其實 要想一想對手 有什麼 combo 可以這樣打出來 其實對手有隻 一對手是big blind 有隻二的話 都不是一件很出奇的事 River River 看看Roger 如何處理 要打的了 外面9150的Port 我會建議 因為它是high-end的Flush 在這個位置 當然7、8 就是失敗 但是 不是那麼多7、8 所以有隻7 其實都應該失敗 如果去到這裏 我覺得要打5千左右 好 我覺得 看看Roger 打多少 剪了5千 哎 貪心的小狗 嘗嘗 能不能贏 500 沒得叫 Sunny 應該會點一下 裝了裝想 就放了 因為真的沒得叫 你看有 unn 林 一下子 你真的很快 是 基本上 他沒怎麼隔較任何 數 他隔了 雙喇 局 但是用這個配合, 人家給了這麼多反應出來的話, 應該是不能召喚的 有什麼Busted Flush Draw呢? 有的, 有一大堆的Diamond Draw Roger, 我想如果一個大的Diamond Draw, 都會提升 會不會確認提升, 我就不太知道 我想現在, Sunny 想的是, 他有什麼combo, 有什麼Busted Flush Draw 有什麼兩隻階磚, 會這樣衝出去Buff 但如果Buff的話, 又不會Buff得那麼小 這個都很極之Value Bad, 所以如果給我的話, 應該都能召喚得很快 他的樣子都像Fold, 其實, 你看他的樣子, 像會Fold Hazel就有點失望, 因為他的Ace King 都很大的牌, 無端端就被人用了 不知SUNNY在想什麼呢? 應該是在數有多少個可能性 是一個Busted Flush Draw 好, 竟然, 竟然, 哇, 真的好像想CALL 不是啦, FOLD了, 對吧, 其實是很好的FOLD 是沒有什麼可以在這裏可以Buff到 萬一, 即是Roger因為他Defend了Big Blind 可以有多少2 pair的combo 一個Naked的一 pair, 只有一 pair6的話, 真是找不到 好, 斬一下眼, 又跳了兩手牌 Button就在Hazel那裡 UtG就會是Jackson Jackson will first to act 看看他有什麼神貴的東西做出來了 好, 看看自己的兩隻牌, 不要啊 Ronnie是Shot-Shot-Shot-Stack的 選擇了A-Jack Sorry, 在Hijack的位置, Limb了A8 Off Button的Hazel, 見到Ronnie是Limb 很多時候都會Open 就是想Squeeze走Ronnie 不過, 我想Hazel會有少想的 就是見到Ronnie試過一次Limrace一次 所以, 不知道他會不會保護自己的兩隻Suited One Gapper 就Lim去試試Post Vlog 因為他見過他Limrace一次 好, King King的Sunnie 哇, 有兩家Lim進來, 這樣就Open Open到550 OK的Sizing來的 大家記住, 這個是50-100的game 如果一個正常的Open 是三倍的話, 再加上兩個Limper 再加多, 即是貴一點 因為它是Small Blind 就變成550都合理 不過呢, 說事實話 那時快呢, Big Blind 是Asus 的Terry 3Bet 去到2800 其實不是太差的 即是, Small Blind 會Open的話, 它的Strength都不小 所以大一點點, 可以拿多一點錢 進去都OK的 這手是很有意義的牌 Hazel說 都... 不能忘記啦, 是吧 Sunnie就想啦 Terry會不會是Squeeze我呢 那如果在這個情況下 其實在這個情況下 Limper Limper 之後Open 然後被3Bet 的話呢 我拿著Pocket King 一定會4Bet 好 一大棟扔了出來 這一棟都應該去到... 嘩, 這個4Bet Sizing Sizing 是大了一點點 commit了自己的了 已經 即是說, 如果對手Terry 是整份相片的話 應該是沒得Full的 好 整份相片 應該都很快就CALL了 尖尖對KingKing 哎呦 Roger 看電影 吃花生最開心 果然一個高燈仔 Terry 上一次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有一集 是Terry 對著 Ken 是Aces 對Aces 他都怕到鼻孔都沒有 好 好 那Sitta 數一數 那些Chips之後 就差不多要派 沒有啊 都是沒得走的 即是 如果4Bet Sizing 那麼大的話呢 就一定要CALL OFF 所以有少少 其實真的可以想一想 如果4Bet 4Bet的Sizing 小小小小小的話 有沒有可以走 不過都是沒得走 都是沒得走 可能 4Bet的Sizing 小小小小的話 Terry 會Call up 然後Flock 如果沒有煙 的話可能都 都會打完 有煙的話 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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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一個很小的可能 是會走到的 所以King King對煙煙 BVB 基本上 會輸掉 是一個 合理不過的結果 哇 數了這麼久 數了多少都是這麼多 正分相 我只是想著 我只是想著 你不要進去 就是想著 Frey 大家不記得 Jakson就看電影 問一下他們 會不會丟不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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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丟派兩次之類 都應該不會的 Asus對Kings 應該都 弄完了 好來吧 Let's go 好 先看看Flock 好 這個Flock 應該是 沒事了 沒事了 OK 派兩次 第二個 出對對Queen 出來 喂 這樣就無緣無故 突然斷了 哈哈 Terry連續兩次的PK After Dark 都是Asus 都沒有錢贏 沒有分數贏 一人一次 哈哈 中間就斷了Hazel 和Ronnie 兩個100 BVB 沒辦法 Action是BVB King King對Yin 應該是沒得走的 沒得走 沒得走 好 不要緊 Terry就表示 為什麼這麼黑的呢 我都好 起碼不用 上一次 AA對AA 淹底 以為 要make deal 希望可以 chop 他之旅 好 第六十手牌 UTG 就是Ronnie Jackson 依然有很多話說 比我更多話說 其實我做旁述都要說話 但是 Jackson 說話的frequency 好像更高 比我 Ronnie摸著的chips 好像想 好像想 躲進去 但又沒有躲 好 Cut off的Hazel 989 off open button的Sunnie 好tricky Ace Queen off 在button的flat 下去 Terry Terry 在small blind 用King Jack off 3-bet 其實不是太差的 如果是suited的話 就會call off的話 絕對可以3-bet 但是 要確定 如果這些combo 都會3-bet的話 就要確定 你的aggression 的level 要平衡好一點點 去到postflop的時候 好 繼續去掩飾自己的strength flop出來 三隻clubs 但是 Sunnie Terry 中了top pair 但是 Sunnie 是一個無限大的 nut flush draw 那是完全不會走的 但是 Sunnie中了top pair 是也都 嗯 有沒有一打呢 都有一打的 但是有什麼牌會call 你給到value 任何的flush draw都會 任何的King X都會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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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Sunnie真的 有一點點aggressive 這裡 因為那個pod 其實不是很大的 但是它是 即是 六七X的pod size 去 去jam jam original razor 那rap的什麼呢 其實有什麼可以call到你 你呢 Top pair就一定call不到 Z會call到的 那如果Z的話 對著 對著 對著那個nut flush draw 那都 嘩 其實又不是很大的equity而已 Sunnie 真是唯一可以call到你是Z 如果萬一對手 是兩隻clubs的話 你都幾嚴重 所以我真的不是很建議 整份相片 因為都沒有什麼牌可以call到你 是令到有利 有漂亮的equity Sunnie好像有些放棄治療那樣 整份就丟了出來 Terry會不會貪玩call了進去呢 很難call啊這裡 很難call 很難call 這對手如果假設是King8 之類的牌的話 你就 都draw的幾thin 再加上 如果對手是 Nut flush draw 或者flop flush的話 你就可以draw dead 好 六十手牌 就打完了 這個PK阿達達的短小小 兩集就完了 看看結果 最後Hazel成為大贏家 Jackson Ronnie 就跌了下去 另外 Sunnie Terry 和Roger 都有些少少的成績 下星期 繼續有PK阿達達 下星期二 9點鐘 MIHK再見